今天六集節目 有網友問 香港結婚季 花三十多萬 住屋爛 幾百萬 台主是否贊成不分拍散拖主義 如女方要求結婚 怎可以說服他不結婚 這個題目是講婚姻的問題 人到中年應該是講婚姻的問題 首先香港結婚洗費是貴的 又不用三十萬 有時便宜又便宜 貴又貴 但你要一個豪婚禮 比我豪少少 三十多萬就不掉了 通常身邊的朋友 花三十多萬的都是有負任的 都是有家人支持的 很少量是八手興加了三十多萬 拿出來去搞婚禮 甚至很有趣的會出現 就是有些有錢人 有些有錢的都是 他們婚禮反而是不搞的 可能在圍內吃一頓飯便算數 都會有的 這是一個形式 其實結婚這件事 是不需要給別人看的 甚至有時 有些婚禮可能是搞給女性 有時男性不需要那種排場 有一次有個朋友結婚 那男性的朋友就不是很多朋友 但是女家那邊朋友多餘繁星 你知道婚禮最後會拍照 我們親朋友拍照 我看 長期都是女家那邊的人在拍照 哇 拍了整個小時 男家其實是拍幾張的 很有趣 已經看到那種失衡 其實婚禮哪個要呢 其實很明顯已經知道 我不排除有些男性是想要婚禮的 但很現實的男性 往往是想要給首期為主 就是牽涉住屋的問題 幾百萬個問題 曾經有個女生跟我說 她都很想要一頭嫁 她寧願不結婚 寧願把那些錢放在一層樓上 都希望跟自己男朋友聯名 自己的老公聯名 香港部分女性都有這樣的心態 都想要一層安居內業 一層樓 都不怕捱 都會有這種心態 當然 她們的婚姻 就決定了 一旦 亂了名 就是 用層樓綁住一段婚姻 不一定的 有些人是拿小朋友來綁住一段婚姻 有些人拿層樓的 其實這些都是會引申一些問題的 但是這些問題又會維繫到關係 有時很有趣 所以很難說的 一段婚姻其實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互相合作的關係 雖然我還沒結婚 就是 是一種這樣的東西 很現實的 大家是要互相幫助到大家 互相有少許利益 有少許利益 有少許利益 實質上是會合作的 的關係 可能 例如 那一宗 就是一起聯名戶口 供層樓 那大家已經是 互相合力去供一層樓 那如果真的奉紙成婚 那就互相合作去照顧寶寶 那都可以形成一段婚姻 那之前 就是 有一條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個網友 發了一條片 在我的留言那裏 說一個 扎男的 很有趣 我看了 說他跟一個日本妹 就奉紫成婚 應該是奉紫成婚 不知道 認識了半年 然後 這個扎男就顧著打機 然後 這個日本老婆很好 就叫他 滴起心光 這個老婆 原來她的弟弟 在日本開拉麵 就專誠教這個扎男 去做拉麵 做到有聲有色 就是 初頭沒有生意 但是半年之後 應該就 找到一筆了 已經是 那你見到 就是 一個 那個 她有一個大前提 其實是奉紫成婚 所以才結婚 然後 其實後來 互相幫助 就是 那個老婆 她不離不棄 她老婆 就鼓勵她 甚至幫她 去成為一個 真男人 當然 這個男人 她有她香港的身份 有她 就是 就是 簡單都懂得做的 又不是說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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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那些來的 所以 你見到 慢慢就會 變成了 成材 這樣 就是 是一種 很特別的 一種關係 當中是有愛的維繫 但是當中 亦都是 你看到 他們 在事業上 互相幫忙 你看到 所以有時候 你見到 原來娶了一個好老婆 是會令到你 飛黃騰達的 這麼有趣的 有一次 我忘了是否 跟鬼師傅討論 結婚的問題 就是說 找老婆 是真的要找些識檢 令到你飛黃騰達的 那些 有些女人 真的會令到 男人飛黃騰達 有很多例子 例如 好像 那時候 我不肯定 這些周邊新聞 周星馳那個女朋友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然後又是 炒樓 炒到又是 很多身家 雖然沒有結婚 但是那些女朋友 又是 令到她飛黃騰達 就是 如果眼光好 是可以 男人 不需要有錢的 你找到一個 好像 剛才那個日本妹的 例子 很困窮 哇 兼職 教你一技之長 你摘男 不要緊要 我教你 但是當然 這個摘男 她看回那條片 她是有一個 很厲害的優點 她就是懂 日文 懂溝通 日本妹 其實應該不難溝通 她們都幾 從一而中 都幾 少女人 即是那些叫做 小鳥依人 即是 男人去哪裡 又跟去哪裡 那些 那些 香港少有 而且 片中 這個日本女生 還是很勤力的 哇 真是一腳踢 揹著 B 然後 洗碗 拖地 在餐廳 那裡 這些 哇 香港 真是 找到一個 你真是 哎 十世 十世 收回來 所以 你叫香港 有時候 那些男人 又怎樣取得下 呢 這樣說回那個問題 那好吧 接著 動輒到幾百萬 去放到條 港女 那裡 港女是貶值的 真的有機會 你如果選錯了 那條女的 隨時真的 真的 真的 哭三聲 你要服侍她 然後 你又要供樓 買樓的錢 又是你 所以 我覺得 這個是 婚姻 是好看 買樓這件事 好看 那個 男女雙方的 平衡 就是 很多時候 以前 有個觀念 就是 那樓一定是 男方出的 就是 男是做一個領導 那應該是 男方出的 但是 現在不是的 現在你也知道 香港是 樓價是 全港最貴的 不是 全世界最貴的 差不多是 第二 不知道第二 第一 好像第一季 差不多都是 那你要 每次都男生出的 那怎麼玩呢 那男生寧願 用屋機不慢 享受 好過 我不結婚 我不讓你綁住 我更好 我還有選擇 男人有個好處 就是射精 射到九十歲 就是 你 你 你 只要 臨死那一刻 還有性慾 其實還有 還有 還可以生B 但女人不同 天生 就是有個 機制 就是有那個 停經 你到四五十就停經 你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你不刪就沒有了 基本上 還有那個 歲月催殘 其實 女人去到三十 你都見到 其實開始殘了很多 但男人去到三十 都可以 假裝到二十幾 甚至你現在見到 TVB著名的演員 誰呢 曹永廉 他五十歲 你叫他扮二十幾 三十歲都還扮到 你見到 男人的那個厲害 有幾多個美魔女 說真的 美魔女都是靠打針 靠化妝 做出來的 所以你見到 男人始終是有個優勢 就是在這裏 變相結婚這件事 變得 就是再選一下 選一個當然是高質女才結 當然 香港高質女不多 買少見少 所以變相就是 你不是要很多時間 去沉迷這個真命天女 那好了 那是否贊成不分主義 實拍散拖呢 那我只不過 只能夠說是 如果你沒有拍拖 那其實應該是要增加自己的 約會數量 去跟不同的女生去約會一下 因為這個是 就是 給你去沉迷你自己 心中要什麼的 很多時候就是防止自己 就是患一個真命天女症 好了 如果你很集中 你放了所有精力 投放到一個女生 如果那個女生同時間 一樣投放資源到你那裏 那是一件好事來的 但是香港女生 怎麼會這麼簡單呢 現在這個世代 怎麼會只放給你一個 那些資源 那些女生都是分散投資的 那你其實 拍散拖這件事 不是 就是 我們男士專利 女士都這樣做 那我們只不過用一個平衡 一起拍散拖 那就一起去找大家想要的東西 找到大家想要的東西 好了 你發覺有個女生 真的很適合你 她跟你一樣 有種感覺 那你才考慮拍拖再結婚 就是一個這樣的機制 拍散拖不是一個壞事來的 是讓你知道你究竟要些什麼 還有你很多時候 很多男生就是可能 追求 第一次追求女生 追求女生 追求女生 跟著失敗了 跟著沉寂多年 那誰不知 原來其實有很多女生 其實都不差的 但是我們男生一定要採取主動 就是如果你 因為一個女生失敗了 而沉不起 結果整個森林就 看不到哪一棵樹是適合你的 又或者你未拍過散拖 你根本就不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有幾個女生是適合我 幾種類型適合我 甚至有些網友是因為可能 他長期對著某一位同事 或者是身邊的女性 而患了真命天女症 只能夠一樣東西的 就是你真的要怕散拖 真的要 你跟不同的女生資訊 你就會發覺有不同口味 然後慢慢亡缺了自己身邊 那個以為是很完美的女生 因為你越覺得她完美 你越追求不到 甚至可能本身已經追求不到 你還想的話 其實就是那些叫Final Fantasy 就是最終幻想是只有想字 又是沒用 浪費自己的時間青春 好 如女方要求結婚 怎麼可以說服她不結婚 沒有的 這些真的是 只是拖的 其實有些女生有接受到不結婚 可能是同居 同居幾十七、八年 其實法例上都是一個夫妻關係 就是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文化 還有不同的女生 她可能接受程度都不同 可能跟她們的父母的背景有關 可能她們的父母都可能離過婚 對婚姻這件事都不太信任 有些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所以都可以不結婚的 她們都可以接受 有些可能反過來 都是想有一段幸福的婚姻的 很渴望這件事都不奇怪 但如何說服她不結婚呢 這個就是要用你自己的男人的哲學 即是用你自己的套去說服她 沒有一定固定的方式去說這件事 但普遍而言 女士都是想結婚的 你如果不結婚 通常那段關係都會失敗 即是女人不能拖 有時真的 這是真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即是結婚就量力而為 我自己覺得 即是女士的其實可以退下一步 其實不放酒 這些節省的其實兩個人去動物月更好 即是接著又可以備收期 一起供樓 即是肯供樓的女生 其實真的都是很值得一讚的 即是婚姻這件事是很難說的 因為我都沒有結婚 所以只能夠說到這一度 這樣 即是 即是 即是我也都見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女生 她們 即是她們對婚姻的形態都不同 不是個個一定要擺走的 有很多 有幾個 我自己親戚有些也沒有擺 有認識朋友也沒有擺 那當然認識到一些朋友 真是豪搞 即是好像那條問題說 只需三十多萬 真的只需整 如果上一代有留就最好 如果沒有的 這樣就 真的 有些 我看到一些情侶已經選擇移民 已經是 可能台灣 美國 他們本身可能已經持有綠卡 那些早已經走了 即是 也有些可能是租屋住 都有些這樣的婚姻關係 零五種種 可能有些是傭了婚 租住別人的屋子 都會有這樣的關係 我也聽過 窮有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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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有窮ケ 看你遇到什麼人 也有那句 如果你遇到拜金類 其實拜金類很早就是給你一個個歇路 那麽已經是幾乎結不成了 如果是拜金類的話 如果是一個好像剛才那個日本妹那樣的 從一二中的 不怕捱的 那麽這些是最好的 但當然是少見的 不排除是有很多的 但可能樣子又不是那麽漂亮 正如有一位網友說 其實如果不介意別人的樣子差 那些女生性格都頗好的 肯跟你捱 那麽的確是有的 大家都可以去考慮一下 那麽今天就講到這麽多了 那麽有興趣可以報個WhatsApp Plan 那麽講一些 如果在愛情上遇到很多阻力問題 可以E-mail問我 那麽還有Day Game Night Game 如果有興趣可以想擴闊一下 溝女的視野都可以找我 那麽是WhatsApp Plan的朋友先 那麽今天就講到這麽多 多謝收聽 那麽今天就講到這麽多 多謝收聽 那麽多謝收聽 那麽多謝收聽 那麽多謝收聽